Apple Vision Pro来了 非常新鲜 大半年以前只能摸不能拍 现在终于正式亮相了 我买的这台是ETB的版本 定价是3899美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8000左右 这绝对是我用过最贵的VR头盔了 据说现在苹果已经定出去 20万台Vision Pro了 考虑到它目前只在美国发售 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是相当惊人了 大家都非常关心 苹果做的VR头盔究竟怎么样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未来 现在这个视频我会跟你们一起 快速开箱一睹Vision Pro的阵容 好久不见哪 Vision Pro就这样立在这个盒子上 像是等待着被拍卖的珠宝一样 看起来特别的尊贵 前面这里还有一个保护玻璃的小毛线帽 我们把它拿起来吧 看到有什么配件 这是说明书吧 这里面还有个小的 擦镜布 天哪 我记得苹果出过一个非常尊贵的擦镜布 要多少钱 是不是要20刀啊 尊贵的Vision Pro当然要配上尊贵的擦镜布了 当然它们不是同款 这边下面呢写了一个Vision Pro的字样 盖上你的头盖 不是 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一起拿出来 盒子里有第二只遮光面罩和第二套头戴 Vision Pro本体身上就已经带了一套面罩和头戴了 像这些部分都是根据你头的大小来定制的 它们组装的方式也非常的优雅 这里呢都是磁吸的 你看取下来非常非常的容易 头戴这里要取下来也非常轻松 拉这个橙色的绑带 轻轻松松啊 购买之前要有iPhone的Face ID去扫描你的面部 然后电源或现场帮你配置你合适的尺寸 通常来讲靠这套组合就可以把它带在你的头上了 这个构造可以通过绑住我的后脑勺 评分解它的重量 在我试带的30分钟里面 我完全没有想到它的实际体重竟然高达600到650克 在我体验过的VR一体机里面 它绝对算是重了 比Quest 3要重仅次于Quest Pro 但是Vision Pro还没有算它电池的重量 它是唯一一个使用外置电池的 在这 这个充电宝吧 这个电池还是蛮漂亮的 工业设计肯定没得说 哦 丝滑嘞 电池重量是353克 加带一些都要1000克了 但不能这么加 容量呢是35.9瓦时 能支撑大概2到3小时的续航 这个供电线的头是磁锡锁扣的 从空的圆点进去 然后往实心的圆点一转 就锁好了 电池这里还有个Type-C口 可以给它充电 供电线的另外一端有一个小圆点 非常熟悉 插进去 哦 它就拔下来了 这是一根加宽版的lightning线 原版在这里 好迷你 线本身是非常柔软的 这次整个都是一个编织物的设计 盒子里最后还有一根充电线 和一个30瓦的充电头 哇 苹果竟然送充电头了 真是 收获提 好 我还买了一个价值199美元的收纳包 它真的好贵哦 但是我之前就对它非常心动了 看起来就很有太空感 很未来 这可能是Vision Pro最未来的地方 摸起来也是软软的 有一点像是在摸棉被 哇 这个包还是很fancy的 真想用它装我的steam deck 我们来放放看吧 放入电池 这边还有个小凹槽 可以收纳线 我们把线随便折一折 在此之前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良好的收纳习惯 这里有一个小包包 这里可以放一些配件 然后一拉 哎呦 可爱呢 最后放入头盔 扣上 值不值 就说值不值200美元 一拎就带走了 哎 挺沉的 不是有一说一 一个3万块钱的东西 送一个2222百刀的包 有什么的 就你来送 让我们来揭开它的面罩 哇哦 哇哦 哦 中间还能隐蔽看到一个苹果的logo呢 前脸是一整块3D弧形玻璃 整个最核心的部分就在这里了 手感上会觉得它密度特别高 其他部分的材质是铝合金的 不管苹果愿意怎么叫 叫它空间计算机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它呢 本质就是一个VR头盔 透视现实的方式是依靠外面的相机来拍摄 然后再用屏幕来显示给眼睛 仔细看正脸的玻璃下面 一圈都是摄像头 10个摄像头 其中两个是主摄像头 镜头呢 是18毫米 光圈F2.0 还有LIDAR和红外好几个传感器 摘一下绑带 眼睛里面是两个参数非常厉害的 Micro OLED屏幕 单眼分辨率超过4K 刷新率最高100Hz 色域覆盖92% DCI-P3 绝对是VR头盔里面的顶级 单看屏幕Vision Pro肯定是最好的 Vision Pro的按钮数量是非常少的 一共可以动的也就是三个 一个是这个旋钮 叫做Digital Crown 它是用来调整你的沉浸度的 和AirPods Max很像 还有一个是左侧上方 这是一个拍照按钮 它是用来拍摄空间照片和空间视频的 最后就是绑带这里有一个旋钮 用来调整它的松紧音 养声器在两边的小耳朵下方 Vision Pro是有自己的风扇主动散热的 所以像这种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进风口和出风口 最后就是带上它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空间计算的世界吧